計程車突然竄出來 直接往左牽 女騎士根本閃避不及 被撞飛倒地 車廂爆開 隨身物品散落一地 她說過嗎 問講床下大禍 嚇得趕緊下車 彎腰查看女騎士傷勢 但對方躺在地上動也不動 一家人開心合照 出車禍的女騎士就是她 白皙皮膚一雙水汪汪大眼睛 林姓女子今年27歲是苗栗人 獨自北上工作在中和租屋 擔任百貨公司櫃姐 但3月6號這場車禍 讓她昏迷至今進入第10天 整個人就幾乎要崩潰了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10天了 她現在昏迷還在昏迷中 偶爾眼睛張開 但是還沒 那不是有意思的 新北環塊的軸道 和旁邊的平面道路 因為有一個高低落差 加上中間又有分隔島擋住 很容易因為視線死角發生車禍 車禍發生在6號晚間8點多 當時女騎士下班回家 一輛計程車從平面車道 靠左急遷 迎頭撞上直行下紮道的機車 女騎士當場彈飛 陷入昏迷 她沒有認為她臭 但有來的是跟我們講說 或許是女兒開太快 現在年輕人都開太快 下紮道車流量大 汽機車真到現象還身 面對寶貝愛女出車禍 爸爸堅強擦乾眼淚 希望當時經過的民眾 可以提供更清楚的行車畫面 讓他們能還原事發經過 記者姚立強 李玉錦 彈可蒙 新北市採訪報導